二年级科学第七单元 电 同学们好,我是黄老师 今天让我们来学习制作迷你电风扇 最近天气炎热 微微制作了一个迷你电风扇 它是怎么让风扇转动的呢? 同学们,这个活动是要我们来制作一个迷你电风扇 首先要我们收集资料,发出设计图 第二,我们要分组讨论,从中选出最合适的设计 第三,收集所需的材料,并动手制作 第四,测试迷你电风扇并加以改进 第五,展示你们所制作的迷你电风扇 并与同学说明电风扇是如何操作的 同学们还记得之前我们学过的完整电路的三个基本元件吗? 就是提供电源的干电池 连接或截断电路的开关 灯泡还有连接电路的电线,对吗? 那制作迷你电风扇所需要的材料是什么呢? 其实差不多都一样哦 首先是风扇液 那这个是风扇液的前面 那这个是风扇液的背面 那这风扇液的背面呢 它这边有一个孔哦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孔呢? 因为我们需要把它插进这个马达这里呢 马达会带着它旋转 这个是马达 那接下来就是干电池侠 还有干电池 这个是为了要提供电源 那没有电源的话呢 马达它不会动 还有一个是开关 那这边呢 老师给你们看三种不一样的开关 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一些都有了 可是没有电线来连接的话呢 那电路也不完整 那这个电风扇呢 也就不会动了 那这边呢 老师就提供了几个样本给同学们做参考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迷你电风扇 那这个是用木呢 来做这个支架 就长得很像桌面的电风扇 是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些什么呢 这个是风扇液 那风扇液要转的话需要有什么呢 需要有马达 对吗 那马达的电源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干电池这边来 对吗 那这个风扇呢 它总不能够一直开着 对吗 那我们有时候要开 我们有时候要关 那我们就需要有开关 对不对 然后呢 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说过了 我们需要用电线来把它们连接起来 那才是一个完整的电路 那这是第二个例子 刚才的呢 它的支架是用木头做的 那现在的这个支架呢 它是用塑料做的 然后这个是吸管 那其实都是很有创意的 那同学们 等一下呢 你们自己发挥自己的创意呢 来想一下 要怎么设计你们自己的迷你电风扇 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它有些什么元件呢 这个是风扇液 那风扇液要用马达来带动 然后呢 我们需要干电池来提供电源 那这就是不一样的开关 不一样的开关 用途是一样的 可是它的造型不一样 然后这个是电线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一个呢 也是迷你电风扇 可是这个造型呢 非常的漂亮 是吗 很有创意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呢 电风扇一定要有风扇液 然后要有马达 然后一样要有干电池 同学们 你可以看得到呢 这一个型号的迷你电风扇呢 它跟刚才的那两个 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发现 它没有开关 没有开关 为什么呢 因为它使用的是鱷鱼夹电线 那这个鱷鱼夹电线呢 你要把它拔出来 是很容易的 你只需要用你的手指捏一捏呢 它就打开了 就松开了 过后呢 就可以拔开 拔开的时候呢 这个电路就会被切断 对吗 所以呢 它用这个鱷鱼夹电线呢 来取代开关的功能 所以这种电线呢 它同时结合了电线和开关的功能 同学们 在我们科学活动本的第53页呢 我们是需要把我们迷你电风扇的设计图画在这个空格里面 老师先给大家一个思路 让大家一个参考想一想 如果是老师画的话呢 首先我会画一个这个外壳 画一个外壳 那这外壳里面呢 我就会先装一个马达 装一个马达 那马达的上面呢 就会装上这个风扇叶 那为了要让这个马达有电源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干电池锡和干电池装上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装上这个电线对吗 在还没有这个电线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开关 如果没有开关的话呢 那这个风扇呢 它就会转个不停 那我们有了这个开关过后呢 我们就要将这个电线把它们连接起来 那红色的是正电极 那黑色的呢 我们连接这个负电极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运用这个开关 把它推上拉下呢 这个电风扇呢 它就会容易的就可以操作 那可以开也可以关 那大概的这个设计是这样子的 那同学们画的时候呢 是用铅笔来画对吗 那用铅笔来画呢 大概就会画成这个样子 画成这个设计图就会是这个样子 那当我们画完了过后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 每一个原件呢 每一个原件 每一个材料呢 我们都要做标记 什么叫做标记呢 老师做给大家看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 是什么部分呢 就是风扇页 对吗 我们就画一条线 然后写风扇页 然后画一条线 写马达 画一条线 这个部分是开关 然后画一条线呢 这个是电线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画一条线呢 这个是干电池 就要做标记 画完了过后呢 要画线做标记 把每一个原件的名称给写出来 那刚才呢 老师有给大家看了 三种不同的型号的 这个迷你电风扇呢 这是给大家参考 因为要方便你们画 那同学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如果你喜欢不一样的类型的 你想要把它画成 可能同学们要设计成一辆车 变成风车 可能下面有四个轮子 那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创意 总之呢 这个电风扇是用来解决 你很热的这个问题 然后你们要想一下 这个电风扇呢 要怎样才会转 要怎样才会转 就是刚刚有讲过的 那同学们 想好了 设计出来呢 就可以把这个功课呢 画在这个空格里面 好 那我们这一集呢 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 今天的科学教学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我们下次见